字幕提供 Steven、張志恒什麼都可以 唱、演、跳、跑 原來最厲害是扔 近兩個月,Steven迷想了扔錶 扔飛錶不是一二三扔下去就是嗎? 他說不是的 其實扔飛錶有很多東西需要注意 但為什麼以前不學呢? 因為以前只有酒吧才扔飛錶的地方 那裏又煙又走好像很不健康 其實近年多了很多道場 即是練飛錶的地方 進化到一項很健康的運動 近兩個月內,他只有四天沒有扔飛錶 真是扔上癮 見到Steven這麼自我挑戰 難道他想到達一個人錶合一的境界?